耶稣们主内平安 欢迎来到恩典 每天坚持读经 默想和祷告 帮助我们经历 上帝的同在和引导 今天的《灵修曲事》 四篇一二篇 我们要一起来 反思的一道题是 你在哪些事情 躲开上帝 那无疑个人主义 是当前主事的现象 人们都向往 独立自主的生活状态 我的人生 我做主 我想干嘛 就干嘛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 独立自主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它表示一个人有主见 而且愿意为 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然而当这种自我意识 越来越强烈 听起来以社会道德 出现矛盾时 就难免产生价值观的冲突 导致在面对反对的声音 或者压迫时 就自然会躲开 甚至起来反抗 友姐妹 我们师父在某些事情 也企图躲开上帝呢 我们一起来看关键经文 诗篇第二篇一十二节 当以嘴亲子 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努力快要发作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阿们 那诗篇第二篇 让我们看到 上帝在面对敌对的势力 他所做出的宣告 上帝提醒他的百姓 一切联盟 尝试摆脱上帝治理的谋算 都没有之外 因为最强盛的军队 在上帝眼中 也是选择回不住道 上帝必降下审判 并高利他卷选的军王 治理全体 同样的 上帝的儿子来到世间 也遭受列国激烈的抵挡 当时的政治和宗教领袖 都联手对抗他 甚至置他于死地 即使到了今天 世上许多的地方 都持续抵挡上帝和他的殖民 然后诗篇第二篇 带给我们盼望的信息 凡投靠他所卷选的军王 都是有福的 那许多基督徒也如诗中 所描述的一样 尽管接受了主 却不甘心降服在主的面前 诗篇第二篇提醒我们 凡自以为可以抗拒上帝的 只会给自己招惹麻烦 相反 凡顺服 投靠上帝的 都在他的保护之下 成为有福的人 这次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耶和华作者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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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水泛滥的时后 耶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作者为王 你对荣耀 狂风巨浪的时后 狂风巨浪的时后 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作者为王 你的荣耀高过主天 你的荣耀高过主天 我贊美你 主耶和华 唯有你 你的命被尊重 耶和华 超乎万民之上 你的荣耀高过主天 你的荣耀高过主天 我的美你 主耶和华 你的荣耀 充满在天地之上 耶和华彼此力量 耶和华彼此平安 我从深处求告你 你聆听 耶和华彼此力量 耶和华彼此平安 因你丰盛地就安 我仰望你 耶和华 超乎万民之上 你的荣耀高过主天 你的荣耀高过主天 我贊美你 主耶和华 唯有你 你的命被尊重 耶和华 超乎万民之上 你的荣耀高过主天 我贊美你 我贊美你 主耶和华 你的荣耀 充满在天地之上 你的荣耀 充满在天地之上 你的荣耀 充满在天地之上 躲开上帝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能的上帝 荣耀的主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 今天你的话 提醒我们 你就是那 超越万民的主宰 主啊你也必高力 选选你的君王 来治理全地 当我们选择 投靠 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尽力 一切 祝你所赐给我们的保护 我们谢谢你 帮助我们 常常依靠你 我们将得把这交托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字 Amen Hallelujah 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恩典 每日成修 那鼓励你继续用时间 去读完这一章 把告纸赐你力量 去遵行 并活出他的旨意 祝福你有没有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